昨天星辰六點多 彰化有一名許姓騎士在朋友呢 就去因為颱風 強風肆虐 居然附近這個工廠所放置的床墊 就這樣一路被吹到馬路上面 騎士來不及閃避就撞了上去 失去生命跡象 救護車抵達事故現場 發現道路上竟出現白色床墊 而前方則有機車騎士倒臥地上 27歲許姓機車騎士重傷倒地一度歐卡 騎士不慎撞上床墊噴飛昏迷疑似腦死 也讓家屬難以接受 家屬直奔工廠要求負責人給個交代 但負責人卻表示工廠停工多年 床墊是鄰居堆放在工廠空地上的 認為家屬應該找鄰居討公道 不過鄰居也出面不去 徐欣機車騎士目前昏迷指數三 仍在搶救中 至於床墊是誰的 也仍帶警方進一步調查 釐清 這裡一鋒掌華報導